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篇评书《姚明传》第八回上回书说道 八运会第二战 姚明在人生当中第一次面对王志志 历史五年之久的姚王争霸 从此刻开始拉开了帷幕 这时候姚明可以说是出射江湖 初出茅庐 成年队比赛打的第二场 前文书咱们说了 第一场打山东 替补上场9分17个篮板 带动整个球队的防守 帮助球队在开局2比19落后的情况下 反败为胜 赢了山东 姚明也高兴 可以说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 最初打的不错证明了一下自己 但是总的来说 这才您成年比赛的第二场球 对上八一了 王志志可不一样 王志志打了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拿了两届CBA联赛的冠军了 被称为亚洲第一中锋 是升起的新兴 前途不可限量 全中国嚷嚷动了 没有不知道王志志的 一提中国男兰的将来 就得说 王志志这么高的个儿 技术这么全面 能跑能运能传 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投篮 追风少年 多厉害 书中代言 王志志也是姚明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偶像 他指引着姚明的成长 俩人其实一南一北 俩人其实都爱看历史 都爱读史 可是个性不一样 大致来说比较内敛 姚明来说比较外向 俩人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喜欢玩的也不一样 文化也不一样 因为一个北京人 一个上海人 北京和上海 我估计 应该是中国文化冲撞 文化冲突最大的 这两座城市 太多不一样了 北京人要想跟上海人真正交朋友 也有 但是少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俩人 关系并不紧密 并不是说 很好的哥们没事打电话 包括到后来都成了心成了半了 很大岁数了 见了面很客气 彼此很尊重 但是平时没事 基本上不怎么联系 俩人关系 谈不上紧密 但是这两个人的出现和对抗 从这儿开始 到后来把CBA推上了历史的高峰 和最璀璨的时代 两个年轻人 充满了希望 多棒 这是后话 那时候CBA 那是最好看的时候 包括我现在回头想想 那个年代 特别是2000年 2001年 那时候CBA 姚王争霸 姚王对抗 那是激动人心的 大致 指引着姚明的成长 姚明是一路追着王志志 往起走 上海追着八一 姚明追着王志志 包括到后来都成了大腕 后来姚明跟大致推心致腐 说过这么一句话 那真是推心致腐 姚明说大致 如果没有我姚明 你王志志还是王志志 你早就站住了 早就成了兴了 没有我你还是你 但是要没有你王志志 我姚明面前没有这么一个偶像 没有一个追赶的目标 我恐怕 我成不了现在的姚明 没有我你还是你 没有你我就不是我了 姚明这话说的漂亮 说的好 你咱们咱们这味这味重了 有意思 当然这是后话 在当时 97年八运会第二战 上海队八一姚明准备在中圈里边跳球 远远的看着那边八一队 在做比赛之前最后的准备 冷帅王妃 再给球队布置 远远的看着王志志 姚明心说 这就是王志志 我11岁的时候 老爷子杨伯雍 我母亲的教练杨伯雍在上海 奥林匹克宾馆 咱们前门说过了 跟我们说过 北京有个孩子叫王志志 王维军和任焕真的儿子 那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 他是中国篮球未来的希望 一年之前 夜里边看电视 电视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 看大志代表中国南篮 在场上打美国队盖大卫罗宾逊 有几场球立下汉马功劳 现在王志志活生生的就站在我的面前 姚明兴奋激动 我能跟王志志面对面比赛了 我能打上王志志了 心里边这美啊 这痛快 非常激动 远渊的王志志一边听着 王菲王尔导的布置 回过头也看了看那边 小的个儿姚明 王志志早就听说过姚明了 上海滩来了一小的个儿 两米二级的身高 都说他是未来之星 一看还是一小孩 其实大志也不大 大志二十 那年姚明十七 但是大志虽然岁数不大 见得世面可大 真拿姚明当小孩 大志心说 这不就是一孩子吗 这时候俩人不在同一个等次上 大志这时候见过世面 早在一年之前 美国有很多人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对大志浓厚的兴趣 一年之前 中国南兰在备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 在美国打热身赛 到了洛杉矶 在这儿有美国的夏季联赛 珠南兰跟很多球队的夏季联赛的球队 NBA的夏季联赛的队 打热身赛 那么跟 包括跟胡人队的夏季联赛的队也打过 当然胡人队 这夏季联赛的阵容当中 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 后来也是封神榜上上谱 1996年正好进入NBA 一名从高中直接进入NBA的超级新秀 谁呀 资深的球迷都知道 科比布莱恩特 那时候刚进这个胡人队 也打这夏季联赛 包括跟中国南兰打过比赛 据说那场球 据目击者说 科比有一次进攻 一次进攻 过了中国南兰八个人 说场上就五个 怎么过了八个 有三个过了两遍 就这么厉害 当时中国队在洛杉矶 下榻在哪呢 下榻在长滩 玛利奥特 玛利奥特酒店 长滩是洛杉矶海边 很漂亮的一处风景 住在那 也是很高档的酒店 这一天傍晚 大伙吃完饭了 吃完饭 溜溜达达 溜溜达达 白天也练完了 今天晚上也没有比赛 溜溜达达 出去溜会弯 散会步 或者要不然回房休息 吃完饭 大伙走到前边 大哥哥们走到前边 19岁的王志志 慢慢慢慢的跟着后头 捣着步子 不跟大哥一块 以往跟几个大哥哥一块 有说有笑 边走边聊 没有 今天你们走到前头 我走到后边 故意放慢了脚步 大志志 今晚对我来说 很特殊 有一个人要来看我 谁啊 来自美国NCAA 篮球名校 乔治厂大学的一位教练 要来看我 大志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多大潜力 在96年的年初 参加Nike在北加州举办的训练营的时候 大志就被很多美国教练看上了 那时候大志高瘦 两米一三一四 又高又瘦 但是能运球 能跑 能在球场的任何一个地方 投篮三分球 刷刷的不要钱 是 投的准 这手也柔和 左手将 左撇子少找 而且不好方 他爸爸王维军就是左手 大志继承了父亲的左手 而且继承了漂亮的蝴蝶春花的脚步移动 基本功打得扎实 咱们前文书讲过 大志跟姚明从小长得大 很大的不一样 姚明长得很大了 这父母实际上因为方凤帝和姚志源当运动员的时候苦 不希望儿子再受二岔苦 再受二变罪 不想让姚明干这行 所以大方和大摇虽然说篮球场上一身的能耐 但是他们基本没有自己真正练姚明 后来都是别的教练 而王志志不一样 王志志是从一生下来知道孩子有天赋 王维军和任幻真就想让儿子还干篮球这行 王维军是从小手把手 脚对脚的教王志志磨链子 所以大志从小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篮球意识也好 这跟美国大个差别太多了 美国大个都是猛张飞 张飞李逵胡子眉毛一把抓 上街就抢 能坤能碰 这行 细活意识没有 大志有这个 当时很多美国的教练们看上了 有很多篮球名校 包括什么的 像马奎特大学 北德大学 都知道 路易斯安那州大 奥尼尔的大学 也看上了 在这些大学当中 最先一个开始行动的是乔治成大学 乔治成大学 有一位著名的主教练 叫做约翰·汤普森 那是大大的有名 带出来很多优秀的内线 像是莫宁 游阴 穆统伯 穆德书 都是他带出来的 包括96年那年的状元新秀 谁啊 埃尔尔森小后卫 也是乔治成 也是汤普森教练带出来的 汤普森教练 看上王仁志 但是他没有自己来 派了一位助教 这位助教叫克雷格·埃谢里克 身材魁伪 长得跟史前人类似的 大胡子 看着他们肾脏 练身体的一位助教 来酒店 跟大志见面 约的哪呢 约的酒店大堂的咖啡厅 大志等着来了 那么不能俩人担谈 席间还有俩人 一位中国蓝鞋的领导人刘玉民女士 刘玉民女士那也是一位非常英明的领导 95年CBA开创 中国蓝蓝假夜联赛开创 刘玉民女士是联赛非常重要的点击人 包括到后来李源为主任 拿出北极星计划的时候 有一非常重要的小组 刘玉民女士也是小组当中重要的成员 非常重要的一位人 还有一位联系人 也兼翻译 谁呢 陆海瑞 前文书说了 Nike的中国体育市场的大员 陆海瑞特里罗斯 也有人叫泰瑞路 他是这联系人 乔治诚 怎么找王志 没有王志的手机 大志英语也不好 找泰瑞路 陆海瑞给联系 给拉来 这位可雷格埃谢里克 坐在这 喝点咖啡 给这个大志讲 乔治诚是怎么样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所大学 我们有哪些专业 我们的篮球队多么多么著名 我们的篮球队在历史上 赢得过多么多么出色的成就 你来这多好 在这上大学受教育 同时又能打球 将来乔治诚出来的中锋 没有差的 培养出来那么多出色的中锋 你在乔城大学 然后你进入NBA 你挣了大钱 你成了大名 将来你一样可以为国家队效力 你有多么美好的前景 多漂亮 画了一张蓝图 去我们那吧 这克雷格埃谢里克说的 那说的是 拓蒙非口吐连话 当然人家说的也确实是真的 大致坐在面前 低着头 默然不语 不说话 想去不想去 一万个想去 真想去 我知道你说的那些都是对 那是一条多么美好的道路 但是大致心里更明白 眼下是96年 五年之前 我刚进入了八一队 我的父母是北京提委这圈里边 但是我进入了八一队 在青年队只打了两年 成为了八一队历史上 进入成年队最年轻的球员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 八一队对我不保 一下让我打了主力 我因为在八一队打了主力 获得了这么大的空间 有了提高了 进了中国南篮 现在我要能打奥运会了 八一队对我有多大的恩情 再说我是一名战士 我怎么可能离开八一 八一队指着我拿冠军 我怎么能走 我没法去NCA 没法去NBA 怎么跟领导说 不可能这个事 在那个时代 在那种思维模式下 一个运动员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想不想去 想去 去得了去不了 去不了 埃歇里克说了半天 大致反正也就听着 刘玉民也就听着 因为这事刘玉民也定不了 那么晚上 回到这个房间 大致 半靠半躺吧 在床上 默默出神 还想着刚才埃歇里克说那些 说得真好 陆海瑞给翻一文 真好 陆海瑞进来了 看着大致 跟大致说 大致 想去乔治城吗 大致半赏无言 过了两分钟 说了这么一句 说我只想打球 好像什么都没说 我只想打球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没办法 大致心里明白 我最现实的目标 是什么 是CBA冠军 再拿CBA冠军 拿了俩 还得接茬拿 还有 我的第一个全运会冠军 得帮巴一队 拿这全运会冠军 首先是击败这个 被媒体们称为 更有天赋的小的个儿 姚明 我真没拿你当盘踩 我是谁 亚洲第一中锋 打了奥运会了 你是谁 第二场成年队比赛 真没拿姚明当盘踩 也没有人能够想到 这场球 上海跟巴一能有的一打 一般来说 打巴一输个三四十分 就很正常 很正常 没什么事 谁见这巴一不输 那时候除了辽宁 谁见这巴一不输 辽宁跟巴一能扛一扛 最后也赢不了 没人想到能有一打 包括在姚明和王之志 俩人碰面 俩人对抗 姚明是明显的下风 所以大致压根没把姚明 搁在眼里上去 是拿球就攻 这个晚上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在这个晚上 姚明的父亲姚志源 没有请假 姚志源是在港口负责船舶检验工作 没请假 没上现场看 有时候去 第一场去了 但是这场 一听说打八一 没有必要 这不输个三四十分 儿子跟大致也不在一个等量级 没有必要 这球没看他 觉得 母亲方同帝 他是上海体委科研所的 当时在巴运会 这个组委会负责性别检验的工作 也没看见 工作忙 到了晚上 老夫妻俩回了家了 工作结束 到家 铃铃铃铃铃铃 电话声响 赶紧把电话拿起来 里边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谁呀 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篮球记者 也是现代 可以说是整个上海滩 最有资历的一位篮球记者 严子健 老严 老严的电话 这电话里边的声音兴奋 这声音能撞房梁 拿起来 喂 谁呀 老严 怎么呢 严子健在那边说 大方 姚明他妈接的 大方 没看电视啊 没看怎么了 你们家姚明 扇了王志志俩大帽 你不知道 又是啊 真的 不知道赶紧开电视 看这八运会的新闻 新闻急紧 晚上新闻 这比赛在这时候已经结束 七点钟开始 差不多九点钟已经结束 看急紧 果然一遍一遍的播放姚明扇大智俩大帽 那位说怎么扇着 不是不成吗 跟大智差远了 是不成 可是大智跟龚小斌和纪敏上一样 怎么呢 也没见过 姚明这样 这么高的个儿 比大智高十来公分 这么高的个儿 还能移动 速度还快 大智也没见过 以前大智这个拿着球 比如说过他这个防他的人 中锋 对方中锋一定是没有大智这速度 大智一步就过去了 轻松就能得分 打姚明觉得也是拿球就攻 上去一步就过去 就想得分 没想到姚明能跟上他 等于大智有点轻敌了 我就觉得轻轻松松 一下就得分了 一出手 啪一大帽 扇飞了 一会啪又一大帽 又扇一个 给了大智 俩大帽 当然了 这个大智还是大智 五分钟之后 大智看明白了 小子不错 大智把自己的能力拿出来 远头 进攻 蝴蝶步 拿出来 姚明拦不住大智 大智最后还是得了19分球 率领上海队 还是比较轻松的 率领八一 比较轻松的 赢了上海 姚明那场球来说 得了13分 扇了好几个猫 其中俩帽 给大智 球虽然是输了 这个夜晚 姚明获得了空前的自信 我头一回碰上王志志 这是我的偶像 11岁就听说他了 今儿头一回跟他打 我扇了他俩帽 多痛快 这场球也让王志志意识到 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孩子 可能是未来一个真正的对手 不能小看 这场球你甭看上海队数了 姚明比赢了还高兴 到晚上大方奉帝 晚点了 说给儿子打一电话 打到宿舍去 那时候 你说怎么不打手机 90年代 不是人人有手机 那跟现在似的 运动员揣着八个手机 那么多好 打到宿舍去 姚明他们已经坐着大巴 回了宿舍 在这大巴上 欢声笑语 都知道上海输了 但是跟赢了差不多 输的也不算太多 另外更重要的 姚明痛快 嘎嘎嘎的乐 小伙当时你年轻 心里边也不存事 这个反正球虽然输了 但是我今天算是痛快了 美啊 高兴 谁说个笑话 哈哈乐 我再给你说一笑话 痛快 那嘴咧的那大 大嘴叉咧的 没有耳朵挡着 能咧后头去 就这么美 晚上接大方的电话 我盖了王志志两冒 恨他一宿睡不着觉 痛快 夜里做梦还是得行 到了第二天 训练 训练时候也美 自个儿这劲儿算是缓不下来了 连窜带抱 这有一规矩 姚明跟他一个队友的关系很好 打完了训练之后 一般来说这二位在打一一打一 俩人自己打个五个球十个球 大伙都走了这俩人两个小伙自己在打会儿 这一回不行了 第二天训练完了之后 他这队友又来找姚明来说 姚明咱俩接巢一打一 姚明说 眉毛一粒 嘴一撇 你还跟我一打一 你没听说吗 王志志都让我 盖了帽了 姚明传有奖竞达第七回的题目是 姚明在1997年第一次参加的成年级别比赛 是第八届全国运动会或者简称八运会 中奖名单每周二前公布在安踏安委会的页面 姚明传有奖竞达第八回的题目是 在1996年来到洛杉矶 看望王志志的美国大学的教练 他是来自美国的哪一所大学 请网友到安踏安委会页面 将打在屏幕下方发送答案 回答正确的网友 极有机会 赢取安踏十五或红钻奖励 答案将在下一期节目中进行公布 请网友务必在答案公布前参与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活动